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40年 菲律宾正式临线 中华民国驻飞总领事杨光生 为护桥坚持不撤离 却惨遭日军杀害 菲律宾华侨义愤填膺 相继成立了140多个地下组织 当时抗日行动分为地下文宣 及前线战斗两大部分 全体抗日组织 其中又以义勇军 血干团两大团体最具规模 菲律宾华侨义勇金 当年的成员有1500人 总共分散成42个据典 中国国民党成员 柯尊志 柯淑宝 张荣之等12个人 马里拜菜园里面 军事组织了义勇军 当年的抗日活动 续剧 演续剧 漫画 漫画宣传 合唱团 歌唱 抗日歌 义勇军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借着抗日话剧与歌曲 在菲律宾各地巡回表演 招揽抗日志士 还绘制了许多抗日漫画 悬挂在大街小巷 揭发日寇猙獰面目 这在当时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 当年出版大汉文 来宣传日本人的恶心 由于日军封锁媒体 蒙蔽真实战况 义勇军便秘密收听 重庆中央电台广播 并将内容制成大汉魂散布 义勇军的张良之先生 负责的是大汉魂的印刷工作 那时的油墨品质粗糙 不容易干 只能将印好的大汉魂 一张一张铺在菜园的地上晒干 有一天日军走进菜园 去菜园的时候要找菜 要找菜 不是要顺畅 不是这个 商量之先生赶紧将油印机 泡到菜园的泥水中藏起 这才头过一劫 义勇军在抗日期间 赴丹乃基地 接受菲律宾游击队的军事训练 在美军反攻的时候 更配合盟军的指挥 并肩作战 美军进入马尼拉市的时候 蔡忠顾先生带领一群同志 与美军一同追击撤退往八十河对岸的日军 总是担着撤退往八十河 有的是有切坑有的是没有切坑 有的是没有切坑 有没有切坑 这些是在偏大地 地偏光我偏反了 我多年十个冰了 一冰十个十个 我这个卫民常听清清 你们顶部门开清下去 我这区 我这区小鹅的古董的 会死罗 那区里下去 会接清清清的死罗 美国人 我美国平台外去 就发败坡 我这区小鹅的 我这区小鹅的 这是我最后一趴的 最后一趴的 我这区小鹅的 与英勇杀敌的义勇军齐名的 是另一大抗日组织 血干团 菲律宾血干团 是1942年9月18日宣誓成立的 当时有蔡吴谦 陈烈等 连评十三不信 所以现在的血干团的 这个团飞里面呢 有一个十三的由来就是这个 第一家工作联合就是 就是酸短 报纸 这主张就是 副桥抗旗舰的工作 桥报的 就是学生 好像是 看到我们的工作 都一起一起来参加 这个华桥抗旗舰的团体 我们是最多的团团 迪拜阁的统计啊 增加到七青 这个蔡文奇迹 这个后来的 担任我们的桥权的团团 那个时候他应该在十五岁 四六岁的时候 当然他不是游戏队 还不会打仗 但是他很勇敢 就替我们那个地下工作的 分化的团单 就是我们有个大河县啊 那这些 那分化这些 宣传评的是 比日本 下兵看到了 一般差不多都没命了 不过这个日本兵是台湾兵 台湾兵对蔡文奇怎么样说呢 用兵那么说 你没怕死啊 你给他打一个跟他走 秦田峰 魏族旗的主席啊 旗权所做的啊 你做这个 这个 这个毒窟了 做这个 这个不正常的 这些 到处都有 有我们的人啊 是吧 哦 你出来的之后 已经 已经有准备了 准备要打刺杂了 血干团抱持以血干掉的精神 埋伏诛杀陈天放 血干团还陆续杀了许多奸商 敌探 带给其他叛国之徒 非常有力的警告 在清一色男性的抗日青年里 也有几名热血的女青年 穿梭其中 那时候还牙衰痕的 十一年 总部有很多人的 有心猴啊 有的在那边 在铲啊 鱼的坑 我们就不怕鱼得咱咱咱咱咱了 光复初起日军残党 逃到北吕宋 聚首顽抗 日本要退出之后 军队往北吕宋过去 所以在那个地方 就是如今的Santa Feil 血干团有160个青年人 也追击到那边去 烧烫日本散兵 是1945 5月7号就今天 打死多少日本英雄 有的时候是三百几个 这些两百几个 那个我都没有正确的数字 但是我们啊 血干团那个部队 洗了8个人 三天中间 最大的年纪是23岁 战后 义勇军与血干团 并未就此解散 而是转型为服务型社团 从事教育与公益活动 战争以前的学校都还没有开 三年关起来 其实日本管的时候 他不给我们读那个中国文 不然第一个人在办一个小学 他担心小学 这个就是我们的母校 就看到他们在拿那些泥沙 这样的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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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来来来来 叫他们来 拿一个密机 这样叫他们来 就是从那个开始 是 你家裡有什麼問題 所以想要三腳的一後一 三腳變成四腳 擔心義務協校 專門免費收這些劣勢的子弟 雖然當年只是一個小賢 但是魯金的華僑協校 賺起來有八位是擔心的小的 全部地下都是地上 第一個辦一個立報 重慶立報 還有一個 娘有報音穴 那個時候其實有報音嗎 還沒有電視 另外一個衣山化脊穴 還有一個主機兩個籃球隊 一個綠洋泥籍籃球隊 一個穴幹籃籃球隊 這兩個籃球隊都到台灣去裸套間 回想當年 祖父 祖公 姑姑 爸爸 舅舅 他們的 為了僑胞 為了祖國的奉獻 是值得我們盡量的 戰爭 戰爭好可怕 而我們呢 生長在這個太平的世界裡面 我們 我們 大家 要祈福 感恩 鮮血的 為我們的奉獻 不要讓這種戰爭 再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飛行 會 威脅